中性式在百家信中排名第56 但民众普遍对它的写法依然混淆不清 华语规范理事会主席 也是教育部副部长的张念群 今天鼓励全国教师统一使用中性式 它的正确写法是金字旁 加上重要的重字 华语规范理事会主席张念群 今天出席活动后表示 教育部决定接纳中式中青总会的建议 鼓励全国学校统一使用规范的中性式简体字 也就是金字旁再加上重字 张念群希望教师多加留意 因为目前仍有老师采用金字边 再加上中间的中字 作为中性式的简体字 所以今天就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我们因为字典上也已经是这么写了 所以我们就希望说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希望说全国中小学的老师们 注意就是说中这个简体字的正确写法 应该是金字边加上重要的重 而不是中间的重 过去几年 许多人都以为金字旁再加上中字的写法 作为中性式的简体写法 然而这样的写法其实是错误的 实际上中国国务院早在2013年 规范了中性式的简体写法 是金字旁再加上重字 并获得我国华语规范理事会的认同 最早是一个金字一个重的 只是说在简体字出现了以后 在50年代简体字出现了以后 才出现金字跟重 中国的中间的重的 是在简体字出现 真正的我们姓氏呢 是金字跟重字 只是我国仍有少部分人 是以金字旁再加上中字作为姓氏 因此即使在统一中性式的规范字体后 他们依然可以保留原有的信氏写法 同时经常和中性式规范繁体字 困窍不清的金字旁 再加上孩童的同字 其实是中国奢族少部分族群的姓氏 两个字的读音虽然相同 但却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姓氏 张念群认为 教育部无需在规范中性式字体后 重新修订课本内容 因为课本内并没有为中性式注视的环节 除此之外 与范理事会计划 在未来出版华文艺名手册3 以及马来人民艺名统一手册 以便让国外媒体可以正确的使用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潘书贤布城报道